嘿,狗儿子,愣着干啥呢?进去啊 你确定我们有资格进去吗? 飞什么话呢?你爹什么时候骗过你? 勇哥,你快看那俩人是谁? 真是巧啊,竟然在这种地方见面了,你们来这儿干嘛? 我们是来参加江海盛宴的 呼,江海盛宴?你们以为这里是菜市场吗? 哼,你们两个手下败将,是想看看脑袋瓜熟不熟吗? 滚一边去,再敢BB请你们吃西瓜 公输,取消吴勇,萧雪的入场资格 强载,闻名,要闻名,我们是讲道理的 放心吧,他们进不去的 勇哥我们赶紧进去吧,别让他们影响了我们 走吧,就这种社会人穷渣根本不配进去 去吧,保证你们被打出来 麻烦了 这么年轻就能拿到江海盛宴入场资格的 整个省城又有几人 你们被限制入内,取消宴会资格 不可能的呀,这可是公事集团的副总裁 亲自送上门来的请柬 你仔细看看 请柬不会有错的,就算真的有错 我,我有,四大家族之一的吴家大嫂 就凭这张脸也能入内 闪开,让我进去 我,你们惹不起 听不懂人话吗?你们被限制入内了,非得让我动手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你爹安排的呗 走,该咱们露一手吧 让你那个有眼无助的前女友瞧瞧,你张大少的厉害 别,你不怕死啊,连吴勇他们都进不去,我们能进去吗? 我说能进去,就能进去 这张请柬在这里进不去 哭哈哈哈哈 大型装X返车现场 张富贵,这种人的鬼话你都信 我该说你蠢呢,还是说你蠢呢? 这张请柬是最高级的VIP请柬 请走那边的VIP通道 会有公事集团的高管带领二位入内 他们,他们进去了 这怎么可能? 太爽了 十三哥,你刚刚看到了没? 吴勇和萧雪的脸都成猪肝色了 哈哈哈哈,对了 十三哥,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这VIP请柬,恐怕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吧? 我不是说了吗? 我安排的 你呀,就踏实跟我干 以后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 得了吧 你这几年混得咋样我再不知道吧? 不想说拉倒 哟,勇哥,你怎么才过来啊? 怎么脸这么臭啊? 别提了 进门的时候不知道咋回事 请柬失效了 我爸亲自下去接我 好不容易才把我给弄上来的 勇哥啊,你也有吃扁的时候啊 高少,别调侃我了 话说回来 今天的阵势可真够大的 这位公事的神秘总裁到底什么来头啊? 什么来头?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我爸联合了熊志文熊斯 还有省府的一众高层 给这位准备了一份天大的礼物 什么礼物? 你们可听说过金融化世人 哦 我听说过,曾经的大厦首富,世界富豪榜排名第六的方金星 就是大厦国初代,也是唯一一任金融化世人 据说,金融化世人是金融界的无冕之王 难不成?高斯是想推举那位当江海省的金融化世人 不错 江海省金融化世人 江海金融界的无冕之王 这果然是一份浅大的礼物 高少 那,那一会儿你一定一定要推荐我跟那位认识一下哈 好说好说 嗯? 十三怎么有资格坐在那 勇哥,这人你认识? 谁知认识啊 还有深仇大恨 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卑鄙小人 只是不知道,这家伙为什么有资格坐在这儿 难不成认识什么大人物 甭管什么原因,敢欺负我高鹤的兄弟,就是找死 你就是那个什么十三 你是哪位? 呵呵,十三 这位你都不认识 这位是高鹤高少 他的父亲是高明远高斯 爷爷是高战王 现在你知道了吧 吴勇 还想吃西瓜吗? 来来来,让我看看你脑袋瓜保熟布 小子,赶紧跪下给我兄弟道歉 然后从这里滚蛋 便是你爸在这儿 也不敢跟我这样说话 谁给你的勇气 十三 这次把高家的大少得罪了 恐怕你都不能活着出去了 你竟然敢这样跟老子说话 不要以为你能参加江海盛宴 就有多了不起了 信不信 老子当场打断你一条腿都没人敢拦着 哟,你也想尝尝我的西瓜甜不甜吗? 你一个臭马仔 没资格在本商面前说话 滚一边去 我惹你个DJ 你的脑袋瓜保熟是吗? 小子,你敢动我? 我就动你了 西瓜熟不熟 知道我是谁吗? 快放了我 十三,你敢动高少 你死定了 这人是真的着死 连高少都敢打 高少 算什么东西 西瓜熟不熟 继续牛 你混蛋 谢谢夸奖 我就是混蛋 西瓜熟不熟 继续 看样子马上要熟了 停停停 我错了 大哥 你是大哥 可以了 强仔 教育一下就行了 再有下次 就不是打一顿的事了 好的 十三先生 你小子可真够胆大的 竟敢这么挑衅高鹤 你该不会认为 刘华强能跟高家对抗吧 你呀 自求多福吧 是吗 应该是高鹤该考虑 怎么承受 我的怒火才对 哼 你个小卡拉米 还敢在这逼逼 高少 那个叫十三个小子 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居然敢打高少 哼 等这次盛宴之后 结交了那位大人物 再去收拾他 对了 高少 公事集团老总呢 对啊 高少 什么时候待咱去 认识认识公事老总啊 哼哼 我爸说等 江海盛宴结束后 会被我引荐 到时候 我就把哥几个一起带上 高少讲究 好了 我知道大家都不是来听我一个小女子废话的 下面有请我们公事集团的CEO上台来 为我们至上誓词 干嘛呢 赶紧坐下 人家叫的是公事集团的CEO 又不是你十三 狗儿子 我说了 跟着我混 帮你下半身幸福 喂喂 十三 你做什么 赶紧回来 高少 你快看 这家伙子 这家伙想干什么 找死吗 这种场合 也是他能乱来的 这不挺好的吗 都不用咱出手 待会儿这小子肯定会被拖出去打一顿 怎么没有保安拦他啊 十三先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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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先生 恭喜恭喜啊 感谢高斯 还有省府的领导们 能参加公事的上市庆功宴 喂 本以为十三让我跟他会是一句玩笑话 没想到 人家居然真的是大佬 你的狗儿子 终于出息了 卫父很开心 怎么可能 十三 怎么可能就是那位 一定是我看错了 一定是这样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你看我还有几分像从前 原来刘华强不是十三的靠山 反而他是刘华强的靠山 完了 我 我要完了 那种高高赞赏 如同天神一般的大佬 为什么会跟一个落魄的富二代当兄弟 感谢大家能参加这次江海盛宴 十三先生 我这份礼物的分量可重得很 你准备好接着 别被压趴下了哈 高斯您太客气了 我跟熊斯还有省府的领导们商量了一下 为了咱们江海省的经济发展 我们打算推十三先生为省级金融化市人 等一下 嗯 王家主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金融化市人 我觉得必须要推举一个德高望重 所有人都服气的人来担任 我个人认为 吴琛 吴家主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都很合适 十三先生 我不是针对你啊 只是觉得吴家主比您更合适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有好戏看了 看来吴琛这是给四大家族的家主商量好了 要在这江海盛宴上逼宫啊 不是说 吴琛跟十三关系很好吗 真正的利益面前 就算是亲爹都能不认 更别说就是个朋友关系 我也觉得吴家主更加合适 俺也一样 各位家主太爱了 即使我还有很多地方能力不足 突然要我担当这个金融化市人 吴某不胜惶恐啊 吴琛这人也太孙子了吧 是十三哥帮他重归家主之位 还帮他报了多年的大仇 结果呢 他却恩将仇报 哼 这吴琛想征化市人的位置 无可非议 但是你恩将仇报 更不该在公事集团上市这一天 突然发难 这分明是想让我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 我能送你上去 照样可以拉你下去 行啊 吴琛你说吧 想怎么办吧 金融界的规矩玩一把 胜者为王 怎么个玩法 由高斯选出十只港股 这十只港股 要有以下特点 一近两年来表现平稳 二 最近没有大的利空和利好消息 三 受国家政策影响小 然后你我选出一只来 看一小时内 谁能台下台的高 如何 不公平 他们四家对十三哥一个 不公平 金融化市人 是未来金融界的无免之王 必须要在竞技手段上有碾压的实力 想要登顶江海之巅 这一战 十三必须要胜 若是输了 就说明他没那个实力当这个王 好 没问题 十三 你可要想清楚了 四大豪门联手 你跟他在公平条件下笔砸钱 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高斯 放心吧 我白龙王何惧只有 好 既然如此 我宣布 这场对战 由省府做见证 紫苑 我们最快可以筹集多少资金 十三哥 最快可以筹集150亿资金 好 150亿可以了 可是十三哥 四大家庭联手估计最少有200亿资金 我们的资金相差太大了 没事 去吧 相信我 好的 十三哥 哪怕输了 我也陪你东山再起 我相信你 西朝 像素美学50亿的货 立刻扫货 吴总 像素美学已经上涨了 接近十倍了 各位家主 建仓吧 王家50亿资金已就位 正家50亿资金已就位 蓝眼一样 好 白龙王气势很旺嘛 那我这个现金王也不能跌分了 今天就让我把你白龙王打成黑龙王 100亿 目标大米科技 扫货 100亿 全部缩哈 目标像素美学 全力做多 哈哈哈哈 十三 这就把底牌打光吗 那就看看我接下来的表演吧 自打家族听命 所有资金 120亿资金 目标大理科技 全力扫货 哈哈 十三那家伙嚣张不起来了 勇哥 吴家主打脸来得太及时了 江海盛宴上拿钱砸的十三那森子 狗血淋头 抢了他画室人的位置 还砸了他上市的场子 完事之后 十三还得恭恭敬敬地尊咱吴家主一生画世人 哈哈哈哈 我想想都觉得爽啊 勇哥 以后咱们圈子里这第一大少的名头 怕是要一阻牢 高少你这说的叫啥话 我叔叔在厉害 跟我有啥关系 不过我也没想到 我叔居然会来这么一手 只要十三输了 以后肯定在省城金融圈里 会成为一个大笑话 咱们就不用怕他了 十三哥 加油啊 呵呵 十三先生 不用担心 您曾经帮过我一次 是我吴某人的恩人 就算今天咱们是对手 完事之后 依然是朋友 以后这江海省金融界 依然有十三先生的一席之地 我吴琛可以以仁格做保证 仁格 你要真有那玩意 今天就不会当重砸我场子 也不会集结四大豪门来逼宫了 在商言商 必以为先 我折服十余年 一朝画龙 自然要登顶江海之殿 我想十三先生身为商人 应该能理解我 吴家的操牌手听命 我私人资产抵押的十亿 全部投入进去 宋十三先生最后一程 金融界变幻莫测 一分钟足以改变战局 十三先生 马上就要结束了 晚上 吴家有化石人庆功宴 不知道十三先生能否赏脸 一千五百块 像素美学股价九百五十块 时间也只剩下两分多钟了 十三完了 江海盛宴 可能要成江海最大的笑话了 谁让他不自量力 跟四大豪门抖呢 两分钟 接近六百块的股价差距 起码要用八十亿资金来弥补 没希望了 偌大的省城 难道就没有我公家的一席安神之地吗 我相信十三哥 他一定能力挽旁澜的 你们快看像素美学 三万块了 不可能的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股票软件出bug了 吴家主 没有bug 像素美学的确是这个价格 而且还在找 你放屁 你知道想要抬高到这个价格 需要多少资金吗 三千亿 而且必须是一瞬间 全部打入三千亿 就算是扑城的所有豪门加起来 都不可能在几十秒内 集结三千亿 哦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 是龙师发了最后一个预言帖 要股民全资购入像素美学 这才有了刚刚的那一幕 我不是输给了你 我只是输给了White Dragon 各位请安静一下 下面我来说明一下情况 这次大米科技和像素美学的股价波动异常 大夏财政资金司宣布股价作废 所有资金退回原账户 另外 十三先生的White Dragon论坛账户 不允许在发帖 做销户处理 什么 十三就是White Dragon 富国龙师 几十秒调动了最少三千亿的资金 这种能力 恐怖如斯啊 话是人之味 十三名副其实啊 四大豪门跟龙师比 又算得了什么 垃圾都算不上 十三就是White Dragon 怎么可能 完了 要是知道十三就是龙师 我怎么敢争呢 吴家主 看来晚上你家的那顿席 我是吃不上咯 来人 带吴家主下去吃席 给他安排有小寡妇的那一桌 恭喜恭喜 十三先生 金融化是人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啊 都是托了高斯明的福 十三先生 恭喜恭喜啊 我这儿还有一句话 是金丝让我烧给您的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雄司 麻烦您回去给金丝也带句话 伤之大者 为国为民 哦 十三先生有如此静静 雄勇佩服 十三先生 这是我儿子 刀贺 我认识 哦 原来十三先生认识犬子啊 哈哈 哈哈那我这介绍就有些多余了 我之前说的话 你现在信了吗 混账东西 十三先生也敢得罪 你马上给我滚回家去 关一个月紧闭 短教不严 让十三先生见笑了 年轻人气盛 很正常 何总 还有两分钟 公事集团就要上市了 你那边准备的如何了 扑成最顶级的操盘手50位 300银行贷款已经全部就位 这些钱哪怕狙击两个公事集团都绰绰有余了 好 传令下去 全力打压公事股价 低价扫货 我要在三天之内 吃掉整个公事集团 我要让十三从我这吃进去的 全部吐出来